一堆綠色的樹木,他以前是一個軍營 現在變成是一群藝術家在那邊做軍營的創作 我們準備來向右轉,後面跟他右轉 那如果你們現在先來的話,歡迎你們到右邊這個西瓜大王 他是好幾任總統把這邊吃西瓜的,乖乖 這大橋正好在上個月慶生他60歲大壽 然後喬話一億多做整體翻修,安全結構加強 請問一下,我好像記得有說這個西瓜大橋要拆掉還是怎樣 以前說要被拆掉後來是在地的藝術家跟文化人士把他保留下來 對,我聽說有這樣一個抗議 所以在10年前開始辦西瓜大橋藝術節 然後他們其實從明年開始可能考慮要走大橋觀光藝術節 讓他更被看到,因為他是四個國家 三個還是四個國家的工程師共同設計出來的 所以如果有機會走,我們右邊囉 他們這個抗爭抗爭了多久啊 等下可以問他,羅洋文教基金會就是因為大橋的那個 漫入另外一種活動 就是有點抗爭活動參與 對,我們等一下快到了 他告訴你一個比較荒謬的那個建設 前任的鎮長,現在鎮長非常的優秀 然後前任鎮長呢,就會花個五百萬蓋一間廁所 我想,也大概沒有像那個指南宮那個兩億的廁所 就是你的左邊都是 然後現在慢慢把它建置 有三十八間的鋼雕藝術在這個地方 那您慢一點那個上方的這個地方呢 這是老街的,等一下可以繞進去了 那等一下我的主持棒呢 就會交給在地的那個文史工作者 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如果等一下我請他們留點時間 讓你們去東市場文創市集 那個可以雪拼,喝個咖啡之類的 還可以那個尋那個 比較古老的寶藏 他們有些那個寶藏的東西 還有很多那邊武董商在這邊